今天就算你不列印出來 其實3DCH也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用在哪裡 用在VR也可以變成網頁的一部分喔 各位知道Facebook現在是不是也有支援3D 也可以喔 所以你看我這一篇文章 有沒有發現下面有一個東西在轉來轉去 這個就是發佈成它的網頁 我可以讓使用者在這邊 有沒有跟你做互動 對不對變成網頁的一部分啊 變網頁的一部分這樣也可以 這樣清楚了嗎 那怎麼輸出我們看一下 來請先看一下 我們先來做一個存檔的動作 右上角這裡 這邊有個磁碟片 記憶體 好按一下 如果呢它已經儲存好了 它那個土就會消失了 表示你已經存完了 有沒有這個地方已經不見了 對不對 OK的 那好了之後怎麼把它匯出 在右上角這裡 有看到跟Google一樣 是不是有九宮格 把它按一下 你就會進到我們的輸出的這個畫面來 看到了齁 所以變成網頁就是用這個 然後呢變成這個 是不是Google那個Carbon VR 不好意思 要不會下課喔 哈哈哈哈 這個 有沒有 Google那個Carbon 這就是VR的 那一般我們3D列印主要是用在哪裡 1 2 這兩個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剛剛敲的你滿意的 你可以把它按一下 按下 download 各位 畢竟你用的是不用花錢的 所以請浪費你人生1分鐘60秒 等待60秒之後就會出現下載 你就可以按這樣了解了嗎 好 按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做輸出的話 主要我們變成3D列印就在這裡 那 各位呢 你看看你現在自己做的滿不滿意啦 如果你滿意的話 你待會呢你可以進到我們簡報 最後我看一下倒數第二頁 簡報的倒數第二頁 我有一個Google表單放在那裡 Google表單放在那裡 那你可以把你的作品傳上去 傳上去 等一下我會請那個銀盛 先挑幾個 一兩個幫我們先列印一下這樣子 這樣OK嗎 可以齁 所以你可以先試著齁 你如果覺得做完了 你就把它儲存起來 好就把它儲存起來 那 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你做完了檔案要去哪一張 請從這裡 右上角不是你的帳號嗎 對不對 你把它按下去 右上角這裡 按一下 這個時候你可以找到 有一個叫My file 我的檔案 對對對 那 他的命名方式 他的檔案的命名方式呢 都是什麼 以日期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的檔案裡面 在這邊 有沒有 以今天的日期 日期 在這裡 所以 如果說你要打開 你就可以從這邊再打開 或者你要做一些下載 然後 一樣從這邊就好 這樣會不會 萬一這個 讓你不堪回首 你要把它丟掉怎麼辦 請問可以刪掉嗎 可以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在這邊 這裡 就是這個資料夾 這裡 有沒有 把這個檔案封存 arch 就是封存的意思 封存的意思 代表 等一下還可以撿回來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不要 就要進到封存裡面 來 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 folders arch 這裡 這個就是如果你真的不要了 點進來 點進來這邊 你封存完了 放這裡 真的不要的 垃圾桶在這裡 從這邊去把它散掉 這樣 有了解了嗎 如果要還原 這裡 有還原的 這裡也可以還原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 看到剛剛那邊的 你就 先把它封存起來 真的 完全不想再看到它 以後一點 都不要的 清除 這樣你的這個資料夾就清空了 你原本封存的地方就清空了 這樣會不會的 所以你的儲存 會出 就是這樣而已